嗨,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ance农场和留学频道 今天是2021年的8月2号 我们在Fingerlake五指湖这边 除了带着客户,昨天是看的农场 看了几个工作能力很强的赚钱的农场 今天我们主要是看大学了 因为我们一家子都非常喜欢看大学 康奈尔大学就不用提了 这边最著名的几乎所有的华人都会带着孩子来康奈尔大学考察 因为康奈尔大学呢 它是长青藤里边华人最喜欢的工程类的嘛 其他的都是一些就是文史类比较有名的 所以康奈尔我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在五指湖这个附近 就离康奈尔大学不远的叫霍伯格威廉姆斯Smith College 这个名字很长啊我们就把它叫做史密斯吧 史密斯大学这是一个威廉史密斯大学啊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理学院 我们家都喜欢文理学院啊 我不喜欢不太喜欢那些综合类的大学 这个文理学院非常古老了 成立于1797年到现在已经是1797年 已经200年的历史了啊 你看它这个上面也是长满了这个长青藤 那些长青藤大学之所以叫长青藤大学呢 它就是因为比较古老长了这些都是这墙上都种了这些爬藤啊 这个虽然不是长青藤大学 但是是一个古老的文理学院 我对文理学院是情有独钟的啊 我就希望我儿子将来进一个他喜欢的文理学院 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进那些工程类的大学啊 很多进工程类大学的呢 他们家长主要还是想让他喜欢不喜欢的吧 都喜欢去学现在的工程类啊 是吧 Engineer啊 IT业啊 这个是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学科 然后希望他们毕业之后能有一个高薪的工作 然后大部分 其实大部分这个工程类学院毕业的呢 他们的归宿呢 就是当个工程师嘛 无非就是进入500强企业 像GoGo啊 是吧 那个波音啊 Apple啊 什么这些苹果 这就这些大的 大的这些 IT企业里边 去谋得一份高薪啊 可能进去的时候就能够十来万 在发展发展 发展到 有些资历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家附近那个技艺研发中心的那些 如果是你能做到那个技术主管之类的话 你能够挣20来万啊 这就是大部分家长是这个目标的 尤其是华人的家长 但是我喜欢这个文理学院 我现在的观念跟我们华人的观念已经不是特别一样了 可能天天在这就是生活在这个老外群里边啊 加上我先生他们家的亲戚朋友们都是老外 他们给我灌输的这种思想呢 就是文理学院在他们眼里边 在美国人眼里啊 尤其是在人家美国上流社会的眼里 文理学院是他们的首选 就包括一百多年前 比如说像宋美龄他们呀 是吧 冰心他们呀 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们也是选择的什么 那些个文理学院嘛 他们那时候还是分女校和男校啊 是文理学院毕业的 因为文理学院吧 为什么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喜欢呢 因为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孩子去急着赚钱啊 就是非要什么一毕业就要拿到什么十万二十万的薪水啊 人家里有的是有产业的啊 或者是有点小产业的吧 不一定是大的产业 不急让孩子去赚钱 他们侧重于培养孩子的兴趣与爱好 就是你喜欢艺术啊 你就到这种 文理学院大部分以文史类啊 艺术类啊 教育类是为主的 像这个学校 这个威廉 这个威廉 威廉姆斯 这个学院呢 它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教育学 当老师 就是家里人也不穷啊 喜欢当老师 美国孩子很多人喜欢当老师的 还有艺术类的啊 就是 绘画呀 舞蹈啊 音乐呀 钢琴呀 这些艺术类的 他们就喜欢让孩子 如果喜欢 真正喜欢什么跳舞啊 你就去跳舞吧 也不在乎将来赚钱多少啊 家里反正有点有基础嘛 不需要去什么赚钱去 非得养家糊口啊 事实也证明 其实是这个 如果是在一种宽松的 这种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呢 他的成功 就成名吧 不是成 不算成功啊 就是成名了 成名的几率是很高的 因为据统计 占全美百分之三 学生基数百分之三的 文理学院 他当然 他的这个学生远远 学生的这个 数量啊 远远的不如 远远的不如这个 综合类的大学 还有州立大学嘛 他只有全美 人数的 全美这个大学生人数的 百分之三 但是他却培养了 百分之十八的 总统 就是他的 这个学生毕业之后 他的成名率 是非常高的啊 我认为成名 成名跟这个 高薰是两个概念啊 当然了 你比如说 你上个康雷尔啦 是吧 你是 或者是在低一点 你上一个什么 RPI啦 WPI啦 这些工程类的大学啦 你是 可以说是 你可以有百分之八九十的 只要你能够 不是 不是这个 勉强上去的 或者不是什么 靠虚假资料上去的话 那你肯定能够 你肯定能够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能得到一份比较好的职业啊 但是那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只是一个高薪职业而已 你 不太可能 越是这种高薪职业的人 每天忙着 去 干好本职工作啊 就比如说 我认识的一些 在技艺工作的那些 在技艺工作的那些 搞研发的那些工程师 他们其实比一般的这个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要成功多了啊 在美国算华人里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上的是名校 而且进入那个研发中心的都是有本质 有十九本质的人 那他们的薪水也就是一年二十多万呢 不算成名 也不算成功 就只能说算是一个高薪职业而已 而已啊 他跟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名人 是两个概念的 这种综合普通的 比如说州立大学的那里面 也有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 排名靠前的学校 还有像类似于什么康奈尔这种工程类学院呢 当然他会 他里面会有少量的 少量的名人 比如说他创建了 这个毕业生 他创建 他出来之后 创建了一个企业啊 学了工程类 创建一个工程类的企业 这种名人是有的啊 是有的 但是他的比例相对来说 这个名人的比例 其实不如这个文理学院 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还是 如果一个人天天总是想着 去赚高薪呢 承受的很大的压力啊 很多其实在美国的都喜欢搞工程 这些工程类的技术人员 他们生活的并不轻松 因为他毕竟在人类大企业工作 拿着高薪 他要拿出他的技术突破来嘛 最最起码说你搞研发 你要有成果啊 你要是搞一般的 特别一般的技术 打打下手的话 人不会给你那份高薪的 所以他们活的压力挺大的 有很多人都是四十来岁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就被解除合同了 也可以说是就是被这个行业淘汰了吧 然后呢我看他们有的被解聘之后 就是不再跟你续签合同了吗 觉得你觉得你的这个贡献不够大吗 你想他们是名校毕业的 你让他去干那种特别简单的 初始类的技术 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啊 所以他们就也是像我一样 干搞个什么自由职业啊 我开始当保险经纪啊 或者是房产经纪啊 或者是留学顾问啊 这些跟我们一样来从事这种工作 尤其是女生 女生学这个工程类呢 可能天生的还是不如男生的啊 男生我觉得在理工科方面 确实比女生有竞争力 所以我要是有个女儿的话 当然如果她自己特别喜欢 学工程类她去学 她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不会逼着她去学这个工程的 就可以到这种文理学院 这种文理学院呢 在美国社会名流里边 名流上流社会里边呢 家里有女儿的 是肯定进这种学院的 学院类似于贵族学院吧 贵族学院它可以 就是培养你的艺术修养啊 这个待人接物啊 素养啊 素质教育方面非常的重视 也就是培养淑女的 培养出来的女性 一定是那种能歌善舞啊 琴棋书画啊 再加上非常礼貌 贤良淑德吧 拿中国的话说就叫贤良淑德 其实这个教育理念呢 跟中国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奶奶吧 那个时候就是晚清民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大地主家庭 其实乡绅嘛 其实他们是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 他们接受的教育 像我奶奶接受教育 就典型的比我妈接受教育要好了 到我妈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成了那个 就是又赶上抗日战争啊 又赶上国共内战 然后又赶上这个新中国建立 这几个阶段呢 没有接受过什么好的教育 然后连饭都吃不饱 还去因为这个什么大水灾 还去要饭去了呢 但是呢往上一代 其实我爷爷我奶奶 他们那个时候 当然他那时候也是因为 出生的家庭比较好嘛 都是大地主家庭 像我奶奶就是 那个时候还不中国 就是他不讲究去这个学校啊 他是讲究私塾的 就家里请了这个私塾先生 也是教他们琴琴书画 像我奶奶画画画得很好 写那个毛笔字啊 书法叫书法 书法呢写的也非常好 就是很非常的讲究啊 讲究什么礼仪啊 讲究规矩啊 因为他们也受过什么 就是旧的女士教育吧 这个什么三从四德啊 什么女儿经啊 什么类似于那些的教育 他都是比如说 他要上床睡觉的话 那两个鞋都要 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 像我那时候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 也是其实我们这一代 在后一代 我们这一代在中国受教育 当然比我妈 他们那一代要好一些了 因为富裕一点了 但是跟我奶奶 他们那一代还是不能比的 像我有时候上床 快他把鞋往旁边一甩 我奶奶就看不惯 他就教我说 这两个鞋子要摆好了 然后特别爱干净 到最后半身不随了 还是自己努力去什么 搞卫生 因为那时候已经 他们赶上的年代 就是说非常富有的年代 小时候人都是 大地主家的小姐 然后有两个丫鬟伺候着 自然她的生活 就非常优越了 但是后来又赶上 新中国建立之后 把地主打倒了 把他们的土地没收了 他们就变成黑五类了 被批判的对象 在社会阶层被他们划分为什么 地主阶级 比较受到歧视 自然也都没有 连土地都分给她的 那里边的那个穷人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庸人了 就自己去干 干到多晚都是 要把房间收拾的整整齐齐 从过去的地主大宅院 到后来的房管局的那两间破房子 但是一直 虽然这个房子 由大变小了 但是一直都保持着那份 就是人家从小受的那种教育吧 再小的房子 再破的房子 都收拾的非常整整齐齐的 这就是 这个 这个美国呢 像他们这个1797年就建了这种学校 他们早期呢 都是 其实这种文理学院呢 就是为这些贵族而设立的 他们不像现在似的 这个学校压力那么大 你像康莱尔 什么这些工程类大学 你进去的时候 要扒一层皮 你要想毕业出来的话 那更得扒一层皮 为什么 每年这些 这个 这些有名的名校里边 都会有自杀的呢 尤其是亚裔比较多 他们 就是压力很大呀 避不了业呀 你想他们过去也都是 在自己本地 可能也都是学霸 自尊心很强的啊 那这里边 全世界的这种精英学生 学霸都聚会在这了 他避不了业的话 他自己心里那种 心里也承受不了 所以说就会有自杀的 这种学校之所以 美国社会名流 会把他们的孩子 喜欢送到这种学校里来呢 现在过去呢 是贵族嘛 没有什么学习压力 到这里边其实就是 受教育受熏陶啊 像有钱人家的小姐 送到这里边来 希望他能够培养成一个 有文化修养 又有道德修养的淑女 将来也是嫁一个好人家 男孩子呢 送到这里边来呢 也是让他成为一个 有文化有教养的孩子啊 将来可以去工作呀 或者是继承家业呀 都有一定的这个教育基础 没有什么 不是说那种 总之不是像我们现在那样 就希望孩子一毕业 就能赚多少多少钱 都不是那样子的心态 因为在美国 其实过去这个 像这种贵族学院 能够进来的 也都是有钱的人 你普通家庭的人 进不来 最多就是进个 这个教会学校啊 能够上教会上学校的 就是在过去 在两百年之前呢 也是在美国和在中国 那些时候都是 中国那时候 可能都没有 两百年前都没有学校 美国是有学校了 是有钱的人才能送进来 在中国呢 是请私塾吧 你要有钱的话 你就请 请家庭教师啊 建立私塾 我们看那个 思青高娃 他们演的那个大宅门 那不都是家里 请私塾先生吗 就是我奶奶 我爷爷 他们也都是 家里给请的 私塾先生来教学 想想也是够傻的了 你既然这个 请的私塾先生 你还 还这个光教你家里的人 就把大家一块都教了 就得了嘛 这是它的图书馆 你看图书馆 这种学校啊 这种贵族学院 最大的特点 就是里边 小儿精 它是在这个湖的岸边啊 有自己的码头 你看说是小 但其实也不是很小 它是 刚才说了 它一个是教育 老师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非常有名 另外一个就是艺术类的 还有它的就是语言类的 这些其实文理学院 贵族学院啊 基本上都是这些专业 比较擅长 工程类的呢 文理学院呢 也有 但是 工程类比较强的也有 但是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现在这些文理学院呢 近些年 几十年吧 它也就是注重于理工科了啊 毕竟这个电脑科技的发展 已经贯穿到人们的生活中 他们也都是有这个计算机专业啊 什么 IT专业了 但是最擅长的 其实还是文史类 它还有一个非常擅长的项目 就是语言类的 它包括就比如说英语啊 亚洲的语言呢 还有历史啊 历史啊 就是亚洲的历史 什么欧洲的历史 包括美国的历史专业 还有一些各个国家的语言 一些比较少见的冷门的那种 小国的语言 它也开设那个课程 它的学科跟宋美龄和冰心 他们上那个 威斯利安那个college 那个大学的 专业设置是 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年代 诞生起来的贵族学院 当然这个呢 就是比那个 宋美龄他们上那个 威斯利安那个学校呢 还是都是 就都是不同区域的 那个是在波士顿那边 非常有名的 这个是在这个五指湖区 非常有名的 因为五指湖区呢 它很多中国人 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它是都知道 康里尔大学在五指湖 但是不知道五指湖的历史 五指湖区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 因为有那么 有11个湖嘛 所以有名的湖 所有有湖的地方 都会聚集一些富人 他们就搬到这来住 有的是作为第二居所 度假庄园 有的是作为 就是彻底的搬到这来住了 那些个不用上班的富豪 无所谓 他住在哪 他喜欢哪就住在哪 而且美国人又怕热 夏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看很凉爽 你看我们都穿的 他们两个还都 昨天晚上下了点雨 他们还都穿着这个外套了 这样是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都是南方和三福天都非常热的 所以这个地方夏天非常舒服 这些富豪们就搬到这来住了 然后呢 他们搬来的人多 所有这个有湖的地方聚集了富豪之后 他就会发展教育的 康德尔大学当年也是选址在这个地方 看上了他这里美丽的风景 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湖边开车去转 那湖边一个个的小码头 那个酒庄啊 这个地方呢 它的土壤和气候呢 适合于这个葡萄的生长 所以建了很多酒庄 酒庄 在湖边的酒庄啊 非常浪漫 很多好莱坞明星这些年都 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都在湖边来买一块地 建自己的酒庄 建这个酒庄 它也不一定是为了靠这个赚多少钱 而是为了一种社交场所啊 到了夏天的时候 约朋友们到自己的酒庄去瓶瓶酒 吃吃饭聊聊天 party在那玩 在湖里去游船去游泳 它为了是这个 是一种酒庄是一种非常高档的这种社交场所 这边以酒庄有名 在东部其实它的在酒庄 这个酒庄方面的知名度和地位呢 就跟西部的纳帕谷一样 在旧金山北边那个纳帕谷也是以酒庄闻名的 但是纳帕谷我去了之后 我觉得它缺少水 也缺少这个树木啊 绿化 它的山谷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光秃秃的 就是没有东部的这些 东部的这些这个绿树啊 这些是我们看惯了之后 如果没有绿树觉得很不舒服 另外一个它没有湖 这边到处都是湖 有山有水又有树的地方 才漂亮呢 所以说好莱坞影星 它们大部分来选择 这边来买自己的酒庄 也是避暑庄园嘛 它不会去选择纳帕谷的 纳帕谷也是过去 人们西部大开发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那批人 它那个地方是日照强烈 那个葡萄比较甜 以那个 以日照为著名的 这边是以风景为著名的 这边虽然日照不如纳帕谷 但是酒庄呢 它这个土壤啊 这边冰川形成的这些湖泊 这个土壤都是 那种特殊的一种土壤 对于就是很适合于 这个葡萄啊 或者水果的生长 这有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教训楼 这些都是后建的了 刚才我们看的那边是老校区 都是那种古典建筑啊 我特喜欢看那种 老校区的古典建筑 对于这个新校区的这个 新建筑倒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 总之呢 就是 对这种文理学院呢 非常喜欢 而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上流社会呢 他们还不讲究送到特别有名的那种文理学院了 把孩子不整张去那种特别有名的 因为排名 比如说排名前十位的啊 我看了看他这个也是规模扩大 规模太大了之后 他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 因为文理学院他就是以小儿经 这个来著称的 这个规模太大 而且国际生特别多 他们也不喜欢 那个就包括就说的是宋美玲他们那个学校 现在就国际生特别多 因为出了几个名人呢 大家都都争着把自己孩子也开始往那送 现在其实很多华裔亚裔他们也都认可这个文理学院了 过去是看不起文理学院 看不起文理学院 其实他是都是不了解文理学院啊 过去的中国来中国来这儿的留学生都是研究生才来的 所以说他也他都来了只能上那个综合类的大学 文理学院主要还是针对本科生比较多一些 他们呢喜欢把孩子啊 美国的上流社会人喜欢把孩子送到这种 这个呢 像这种就是排名在五六十位左右 三十位以后的吧 他们喜欢送到这里边来 排名三十位以后的 太小就是太没有知名度的那种 他们也不愿意送 因为那个教学质量啊 环境啊可能就都差一点了啊 像这种排名在三十位到一百位左右的吧 都是上流社会比较喜欢的 嗯 就是没有压力比较轻松 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展 比如说想当个作家呀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富有轻松的情况下 你才能成为什么作家和诗人呢 就包括中国那个民国收入大诗人 徐志摩 他是他家里是非常富的啊 是什么这边的叫海什么县 海宁县的首富 还有什么家里还有电厂 有银行 就是票号 呃什么反正就是 家里非常富有啊 不愁吃不愁喝的 这样的人才会有什么 呃 吟诗作画的这种情怀 你要天天一顿三一顿都三宝都 三顿饱饭都吃不了的人 怎么可能再有心情去做诗呢 嗯 他父亲把他送到了那个金融学院啊 伦敦的金融学院到最后他读那的什么博士都没有毕业 呃就是他再不是说他就不是读可能读经济类的料啊 但是他自己发展的那个写诗写出了很多名诗啊 这就是按照你要按照兴趣爱好去发展 他的成名也是因为他是个诗人嘛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金融金融学家啊 因为他父亲开银行的 所以就希望他能够去学学什么金融 就学来学去都连毕业证都拿不到 嘿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订阅点赞和转发 再见